今天给各位盘一盘世界上最强的九大多管火箭炮系统 看看谁才是您心中的Top 1 Top 9 俄罗斯TOS-2重型多管火箭炮 它是俄罗斯TOS重型喷火系列当中的新一代产品 和其他重型喷火系统不同的是 该武器使用的是带有温压战斗部的火箭弹 以及配套的火箭弹倾斜发射系统 因此它其实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多管火箭炮武器系统 这款武器系统使用的是最大射程为10公里的220毫米温压火箭弹 可以一次性向目标区域快速投射18枚220毫米温压火箭弹 并且在目标区域内形成高温高压的环境 以此达到杀伤敌方有生力量的目的 此外它还安装有一套装弹系统 可以在其车载掉臂的帮助下 在较短的时间重新进行温压火箭弹的快速装填 从而能更快的投入下一次的实弹发射任务 而该武器拥有卫星导航和现代化的火控系统 可以在90秒内进入射击状态 TOP8 印度皮卡耶多管火箭炮 它是由印度国防研究与开发社组织研发的新型武器 这个武器系统由弹药运输发射车 吊装补给车 火控站组成 两部六连装的发射器安装在一个8×8越野卡车底盘上 它的发射舱可以乘坐5人 里面配备有先进的火控计算机 自动火炮校准和定位系统 具有计算机地面导航 瞄准和捕获能力 可以不依靠射击指挥中心独立作业 而且该武器的每一个火箭弹弹长是4.95米 重276公斤 战斗部重约100公斤 能够使用高爆弹 反人员子母弹或反坦克子母弹等 该武器最小射程为10公里 最大射程为38公里 一个皮卡耶火箭炮连配备有六门火箭炮 全连一次骑射可以在700×500米的目标区域 实施密集的火力打击 TOP7 巴西Astros 2020多管火箭炮 当然这个意思可不是字面上的太空人 它的实际意思是炮兵宝和火箭系统的英文首字母缩写 该武器的最大射程为60公里 并且它的导弹还可以携带高爆弹头和极数弹头 来进行针对式覆盖打击 而这款武器的卡车底盘则是 捷克塔特拉T815系列的军用卡车 由6×6和4×4两个版本 配备有较为先进的数字化通讯和导航系统 Astros 2020多管火箭炮采用了一套四管火箭发射系统 并且该武器还可以根据不同部队的作战要求 选用不同规格的发射箱 其中最强的远程型弹箱只有四个发射管 一次骑射可以发射四枚大型火箭弹 每发火箭弹的弹径为300毫米 重约517公斤 最远可以攻击60公里远的大面积目标 这种武器也被称之为SS60式火箭炮 Top 6 以色列PULS多管火箭炮系统 这款武器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根据不同的射程的弹药 集合在一套发射系统内 并且能够根据目标位置发射不同射程的导弹 并且该系统还有两个发射模块 可以容纳18枚射程35公里的122毫米口径火箭弹 和10枚射程40公里的160毫米口径火箭弹 以及两枚射程300公里的捕石鹰战术巡航导弹 它是以色列艾尔比特系统公司 在标准山猫火箭炮的基础上研发出的精确通用发射系统 发射车内配备有先进的导航系统和通信系统 十分的现代化 Top 5 美国M270多管火箭系统 它是目前北约使用最多的制式多管火箭系统 由美国研制 欧洲各国生产 这款武器的火箭弹采用模块化技术 可以发射12枚射程为42公里的火箭弹 除此之外 它还可以发射两枚射程300公里的MGM-140陆军战术导弹 一辆M270火箭炮的火力覆盖区域可以达到1平方公里 因此该武器也被美军士兵戏称为平方公里清除系统 而且它的底盘卡车的机动性和防御性也都十分不错 并且在进行密集打击的时候 精度也相对较高 被欧洲各国认为是最好的火力支援系统 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 美军一共投入了189门M270火箭炮 总共发射了17000多发子母火箭弹 给伊拉克军队造成了巨大的损伤和威慑 TOP4龙卷风火箭炮系统 这款武器最初是为了超越美国的M270火箭系统而诞生的 最初设计的样车其实是由14个火箭发射管 后由于不协调而改为了12管 能够发射云爆弹 子母弹和高爆弹等弹药 该武器的最大射程为90公里 从行进到进入战斗状态准备需要3分钟 一轮骑射时间仅需38秒 并且还可以自动校正火箭弹的飞行轨迹 它的火攻系统是PGEM全景瞄准镜 和一个电子计算机及惯性导航系统 并且该车还配备有三房装置 可以在和声化条件下作战 TOP3俄罗斯巨峰EM火箭炮 它是俄罗斯新一代的火箭炮系统 为替代龙卷风而生的 拥有一套12管的220毫米口径火箭发射系统 如果嫌不行 它也可以换装成一套30管的300毫米口径火箭发射系统 该武器能够兼容标准型飓风和龙卷风火箭炮使用的弹药 该武器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来更换不同口径的火箭弹 其最大射程为200公里 它采用了模块化的处运发射箱 可以极大的减少其装弹时间 除此之外呢 它还配备了可以实现实时目标数据计算的新型火攻系统 进一步提升了其作战能力 从整体上来看 这款武器是融入了冰雹 飓风及龙卷风三款火箭炮的新型模块化远程火箭炮 它是白俄罗斯的陆军远程打击核心力量 是波罗涅斯标准型火箭炮的升级版本 其射程已经达到了300公里 使用的是一套八管火箭弹发射系统 火箭弹的弹径为310毫米 并且该武器还集成了高性能的导航系统 能够对目标进行精确打击 命中偏差小于30米 它的卡车底盘是MZ-KT-7930 重型军用卡车 具备遥控发射的能力 不到50秒就能进行一轮骑射 并且它的每个火箭弹可以搭载不同的弹头 如高爆弹 高爆破甲弹 破片穿甲弹等 每一枚火箭弹还可以攻击不同的目标 TOP1 美国M142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 该款武器是美国为了替代M270而研发的 相比于前者 它的机动性要更强 并且和对方最大的区别则是 它的底盘从履带式改为了轮式 并且整个车体减轻到10吨 这大大提高了它的公路行驶速度 而且同样是运输一个连 M142只需要M270不到30%的运力 它还可以使用C130进行空运 并且该武器的占领和撤离费时较少 该系统可以在敌军锁定发射位置之前 进行快速撤离 完全实现了打了就跑的操作 其火空系统则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 在装填时间不到8分钟 是美军炮兵支援火力的先锋 在搭载的火箭弹和射程方面 该武器系统依旧和M270相同 该武器于2002年正式交付美军 曾经参加过伊拉克战争 主要为轻型师 空降师和空中突击师 提供火力支援的任务 如今它已经成为了美军的 快速反应部队的门面装备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各位老铁们 对这些武器都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 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 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 我们下期再见